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吗 什么叫做先上车后补票 天啊 香港的酒也太strong了吧 你们 哦 不要唱了 你唱我会high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 我是第一个 在云顶开个人演唱的 哇 全场爆满 真的 那个是我最回归的 因为你不知道 卖票很压力 几千张当 你不知道 如果不爆满 你就完蛋 新北牌款 没有人看演唱会 对不对 刚好爆满 那个是最回归 最开心的 到现在 还是念念不完 香港最美好的回忆 是我和我的导师 就是刘松仁老师 我们去爬那个山 那个山顶 那一天 也是下大雨 就我们两个就是 沿着那条路跟他的狗 我们就爬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去吃饭 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低潮 那么 我记得我们走到山顶的时候 前面是一片雾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看到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看不到 他就说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 你能做什么 你还是继续往前走 所以不要因为 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而失望 就是 硬着头皮也把路走完 那时候我去香港找一位朋友叫 Jeremy 他都会带我去一些 event 当天呢 磁士曼就出现在那个 event 我就变成了小粉丝跟他拍照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呢 他是一个 party boy 晚上他会带我去南瓜坊那边喝酒 蝴蝶 它会飞来飞去 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一直灌 有人一直灌我酒 灌我酒 灌我酒 天哪 香港的酒也太强了吧 你们 我记得我才喝了两三倍而已 我就狂吐 而且我已经是醉倒在街上 南瓜坊的街上 完全不知道我怎么回酒店 我遇到500 我真的遇到500 我真的没有骗你 那时候我拍杨门女将 哦 不要唱了 你唱我会嗨的 阿哥 剧组的人就知道我特别喜欢500 哎呦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人特别有心 特别帅 他们真的是安排 要安排500 要上那个节目 他没有来啦 结果 不过也是一个诚意 三年前 四年前 我孩子跟他的女朋友 在台湾 求婚 年成功 那个是我最开心的啦 那个地方是日夜潭 他旁边有一个咖啡 算餐馆 就在那边 因为日夜潭那边有海边 那边沙滩上 还地下画一个热发 点蜡烛 我们以前哪里有 我们以前就是 先上车后补票 才取得过我们的 明白吗 什么叫做先上车后补票 但是这个是 好不错的 错的示范 错的示范 不要写不要写 我是人家所号称的 风度翩翩 阴晴潇洒的 麦鱼哥王磊 我是朱莉陈兴奇 我是宋怡飞 Constance 我是Jasper 和斯莱宇涵 马上下载Emplay 体验新马港台 四种精彩